这怎么回事?红灯呢?怎么倒了? 最近一段时间关注了太多的SPRING 很多朋友表示SPRING火是火 但是抢的人太多了 买到的几率太小 另一个也是关于我的问题 就是为了买到SPRING 我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 导致影片的更新速度太慢 那在这里呢 我要向支持我和关注我影片的人说一声抱歉 往后我会通过相机给朋友们传达美国纽约 其他同样具有影响力的街头潮牌 或者是给大家了解更多关于美国的生活、饮食、旅游 提供相关资讯以及建议 那今天我就要去纽约曼哈顿的下城 在那里有一家纽约独立的街头潮牌 叫做Only New York 相信如果平常有对潮牌资讯有一些了解的话呢 应该能听说过纽约的这一个品牌 我的驾照由于上次被人盗用之后 现在终于把它解决了 我也可以开车了 沸鱼的鱼的鱼的鱼 都有效果 現在12點26分 在那 這沒地方停車 這 哪有車位 這都是雪 電在這 你在車上啊 我去去就回來 你坐過這邊來吧 然後我去去就回 Toyota 這輛車有多少年了 好酷啊 我發現這裡有好幾輛都是一些比較老式的車 這輛也是 奔馳 在這前面 Only New York Sell 打折 Hi How are you? 最近好像跟這個Coz聯名 Coz was her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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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有多很多 我以为他在看 我认为他在看 他在看 看我看 你会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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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克林出海钓鱼 这间也是鱼 我发现这个潮牌挺喜欢钓鱼 这些外套也是挺简单的 Cost是一个涂鸦艺术家 最近跟Only New York联名 这些是最近刚刚推出的 我看一下都有哪些款式 这些还可以啊 我看它这里是星期几扫机啊 好像是星期三十二点半 所以不能在这里趴车 我刚才买了两个 两件衣服还有一个袋子 这个转过来 The City of New York 这天气有点又要下雪了 我赶紧上车 她的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保暖了 好保暖了她的头发 今天不去Sprint了 每天都还是有这么多人排队 我觉得我应该买了越野的 苹果 我待会要去苹果店 不是为了买手机 而是要换手机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买了一台这台iPhone7 Plus 他买回来了之后 他发现在这有个小缺口 他发现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有一点点的小缺口 然后他心里就不爽了 然后就让我看能不能过来换另一台新的 好 一样的交易 我开动 离开动 前一样 我必须确定 你讀你什么事情 是这一款课题 我觉得我说 第一款课题 他之前购买了,然后再回到这台机器 他购买,再回到这台机器,再回到这台机器 这不错 我还不确定他在做什么 但对不对 除了那些 让他知道这台机器是最后他会用这台机器 因为他们会拒绝了 刚才那个店员跟我说 我这个朋友他已经换了两次了 第一次好像是因为这个 看一下 刚才我检查了一下 然后那个店员跟我说这是最后一次 就是说下一次他不能再换了 因为他已经换了两次了 第一次好像据说是 这个按键的问题 然后刚才我检查了一下 这些按键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帮他检查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瑕疵的地方 第二次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买的这个是钢琴配的 我这个是磨砂的 我觉得 觉得哪个比较好看 我觉得还是我的磨砂比较好看 这车有一点塞呀 什么时候我都拿到 没给你换 ok吗 下次你去啊 下次你说我是本人 给大家看刚才我在 Only New York买的这个 其实刚才在视频里面 应该在电影的时候应该有看到 先看T恤吧 这还是一个 新的袋子还没拆过的T恤 我其实是想买 他有他这个 Only New York的标志的衣服 但是他说都卖完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件 Cross 后面是这样的 这衣服的材质也是不错的 他有点偏厚 其实他后面整个图案 我就看上了那个骷髅头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再来看他的这件卫衣 我发现他的卫衣挺舒服的 挺软的 那材质的感觉 我感觉比Supreme会好一些 先来看他前面吧 前面是比较简洁一些的 这里有一个小人 那他的后面呢 也是这个人物 只是他的比较大一些 那同时呢 这个星期我也买了两件Supreme 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的先来看T恤吧 这个星期发售的T恤 材质也比较好一些 但是他的发售价也相对贵一些 这是胸前的这个大logo 再来看他的 卫衣 卫衣同样的胸前 这个也是有一个logo 那他的这个logo呢 他是这个银 银制的这个银亮片 这个星期发售的Supreme 是与鳄鱼联名 他有一件那个外套也是挺火的 但是货量很少 基本上只有前几十名的人进店 才有资格购买 还有另一件就是他的那个运动外套 是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件红色和白色相加的 那个袖子的logo 但是我也没有买到 只买到了Supreme自己品牌的卫衣 还有刚才那个T恤 联名款我就没有买到 我们还是说回这个 Only New York的衣服吧 Only New York的衣服 他整体来说是比较简洁的 就是那种属于美式的简洁风格 有时候还能看到他 Events以及一些别的街头花瓣品牌联名 虽然说他的热度没有像别的品牌 比如Strasher还有Vans 以及这个Supreme这么火 但是刚才我去店里面想买一件 拥有Only New York这几个字的T恤 包括卫衣 他也是卖完的 据说前段时间新季度上架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在Only New York的门口排队 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简洁风格的 就没有这么多花俏的一些街头草白的衣服 好了今天纽约的街头花瓣品牌 Only New York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美国街头潮牌 或者是美国生活的相关资讯 记得按下订阅频道的按钮 接下来我还会去更多 关于纽约街头潮流店铺给大家做介绍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